迪娜琼斯是个虚拟病人 而你是她的护士 要做个好护士 你必须问对问题 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 马西亚斯在描述沙朵宝剑 一个提供给护士和医护人员的虚拟培训模拟 最近才被健康科学出版商艾斯维尔公司 收购的沙朵宝剑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接受培训的护士 对患者说或写的内容 罗利·里尔克在乔治华盛顿大学 教授护理学生 她说沙朵宝剑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学生可在其中练习并建立自信 虚拟模拟包括一组多样的具有真实症状的病患 学生也学习如何引导敏感的讨论 例如发现身体遭到虐待的迹象的时候 沙朵宝剑让学生得以在大流行病期间 继续接受教育 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护士的时候 虚拟模拟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的空间 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